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花创艺文橱窗放暑假系列活动 特别策划了户外创作主题展 当居所成为景点对观看者的领事 邀请到四组艺术团队进驻花莲文创园区现地创作 开创另一种看与背看观光与生活的文化连结 绝起展出到8月31号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花创艺文橱窗放暑假系列活动 日前策划户外创作主题展 当居所成为景点 对观看者的凝视 邀请四组艺术团队进驻花创园区 以场所精神、记忆的细节、创作生活感 以及文化串联为关键字进行创作 带领民众从表象去探索文化的脉络 找出花东好山好水的新观点 及一起在花创园区展出至8月31日值 其实我们是希望带领我们这些参议者 能够从表象里面再去探究 很多表象之外的一些文化脉络 像这个我们陈宏他这个坐在河里面 就是希望说大家也想起来说 其实我们园区附近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 那之前是高奥卫是红毛溪流经的地方 那我想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观看我们自己 那也希望说突破这种比较表象式的 我们就是好山好水 然后好人情之类的 然后能够展现我们很独特的文化的特色 文化的DNA 我觉得特别在这个文化运区的场域 或者花东都一样 希望说找出我们的特色 有更深入的观看 有更广的观点 四组艺术团队包含由资深音乐人王继三 筹主的声音部落花创工作小组 作品数位分轨录音透视 近距离体会音乐制作的常态与过程 来自台南的彭子艺术工作室 则带领家长和小朋友 完成装置艺术与山的好时光梦幻小山屋 则播艺术中心团队创作的LUMA 将传统与新创的SASA放在咖啡野台周边 提供民众或坐货躺的休憩 以及秋晨红设计 以原区流存的红毛溪伏流永全为灵感 发想的作品 坐在河流上 欢迎民众前往体验欣赏 记得讲方言华联士报导